一大清早阿伯大喇喇的在小伯快旁 脫起上衣穿着泳裤引起民众惊呼 还在小伯快和钢条上攀爬 冒险闯入工地为的就是要游泳 但危险举动真的不禁想问阿伯是多想游泳 每天坐你来游泳 蛮凶的危险安全性有问题 吉隆市海信游泳池正在进行改建工程 最后民众在万木山行人步道 目睹竟然有游客在游泳 放眼望去至少有五名游客 游完游后又冒着生命危险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爬着湿滑的销波快上岸 攀爬在裸露的钢筋旁 完全无视施工告示 施工地旁还有一些工程材料和钢筋 要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摔得满身上 还有一名游客翻越栏杆跳出人行道上 不良举动实在令人摇头 众柔不听劝进去的话 我们届时会依照游缸瓦第21条 违规人员3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的花碗 用之外都贴上大大的布条 写着在12月前都禁止进入 基隆市府祭出重罚 也将加强执法来阻止这些危险软项 记者朱丁龙李清夕 基隆采访报道 劳民绿能科技工程上市公司 大股东饭店大亨许文通之子 前负责人许伟良夫妇 涉嫌在2017年利用职务不时 合销私人开销1000多万 并且涉及到非常规交易 掏空上亿元 台北地监署24号指挥调查局搜索 约谈了许伟良夫妇共7人 北检复勋后 预令许伟良2000万元交报 而他的妻子也就是前副董陈一杰 以1000万元交报 财务主管简志伟等人 则是以50万到10万元交报 另一人请回 一辆颜色修旅车 秀的一声呼叫而过 瞬间发出巨大撞击声 碰碰两声让民众吓坏 往前方查看修旅车自撞墙壁 反弹后再撞上对面厂房围墙 发出两声巨大撞击声冲出来查看 修旅车车头全毁变形 惨不忍睹 救护车赶到现场 车上一共一名驾驶和三名乘客受困待救 其中驾驶遭夹载驾驶座 消防队利用破坏工具将人救出 但驾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个速度很快 我发监视器以后 我要速度Q一个人都快 两声巨大的碰撞声 三名乘客骨折送医 而驾驶送医抢救人宣告不致 警方调查30岁张姓驾驶 酒侧值高达1.0严重超标 甚至也没有汽车驾照 酿出死亡车祸 该车疑似过弯不当失控之状 驾驶夹在驾驶座上 由消防队现场抢救 驾驶疑似酒驾上路开快车 过弯不当造成严重车祸 驾驶不幸赔命 另外三名乘客也受伤 其中最小年纪只有15岁 车祸肇事原因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九庄春华评论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大落仲庭 中年男子大腿重弹 坐在现代公司前椅子上 脸色惨白 全身战斗意识 漸漸模糊 有人焦急打脸拍醒 这是发生在9月11号深夜的 台南永康区大楼枪击案 凶贤逃亡45天在新北市罗网 凶贤坐在起楼下 左右手被病医刑警牢牢抓住 表情完全不在意 警方也在他身上查扣 两把短枪和39发子弹 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 精神的纠纷存在 那至于是什么样的纠纷 我们在郭方查证中 疑似因为金钱纠纷开枪泄愤 凶贤绰号狗珠 捡了一头招牌特征M字头 45天来南北逃窜 在台北新北台南高雄 屏东变换住所 换7辆车制造断点 十分狡猾 数次针对所使用的交往工具 以藏意住所做隐藏 凶贤之前才因为判冶18年 刚假释出来 现在又犯下枪击案 警方演讲追查共犯 以及强制来源扩大 森办中 记者来观赏 王书宏台南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并且来自我行为 又是